我前两天在民主墙上贴了一句话 和他的英文版 这句话就是云象牛粪 还悄悄地录下来 大家经过时候的反应 最开始的时候我想做的话题是 民主墙该怎么用 然后想着想着 突然发现 可以用民主墙 作为一个平台 然后来做另外一个主题 就是人们的审美是不是被控制 最开始的焦点 还没有集中在唐力牌的时候 在那个内地女生撕这个东西 当你面对一些 只是得标语 一些海报 贴上去 而你采取的那个行动 其实是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如果你去找回CUSU 就是那些学生会去说 有人这样做 我觉得这个不适合 完全是有途径给你去做回应的 当你看到别人不适合的行为 你是可以去找学生会去投诉 但你如果选择了去撕了它 那么战争就会爆发 跟风的很多媒体把他炒作一件很爱国的事情 我觉得没必要 就没有上升到这么大的价值 再其次就算是爱国 我希望你做出的行为能是有脑子的 然后唐力牌最开始是发了一篇理性分析的文章 对404了 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开始对骂起来出现网上他说 知道他有几次道歉 再加上他那个高中好像把他的状元给拿掉了 在辩论队里面对他有所耳朵 跟他也有打过比赛 所以他个人就怎么讲 有点过于的偏激 我会不会为了我达到我自己的目的 会不会采用一些比较极端的用词 这些用词反而是降低了整篇文章的合理性 包括内地 其实我拿我身边例子说吧 我那个同学就是当时在我们班 是我们班的 可以说是前三名 经常第一名这种人 然后也是从小学政治 他政治是我们班长期第一 可以说是一个很根正描红的人 然后他大学之后 他的整个话风就开始迅速转变 真的是每天说的话 三句不理一句 你知或者是你国 然后就会说我们这些人是小粉猪啊 什么之类的 大家都觉得民主是好的 其实也是一种控制 有人从小告诉你花是美的 云是美的 大自然是美的 但是他告诉你大自然是美的 同时还要告诉你牛粪是丑的 可是牛粪也是大自然里面的东西 你对美丑的定义 其实是从小就被很多很多的因素影响 我会觉得不可理喻这个字是很适合形容的 我明白是有个政治敏感的情况 但是我看完篇文我真的觉得不甚了了了 我感觉不到他会带来一些什么的攻击 或者引起什么回响 甚至乎 只不过觉得内地生其实也有这些看法 他有写出来其实也挺好 但原来是可以出动国家级的机器去攻击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更加要离开这个国家 在香港去探讨这些是OK的 因为你只是在探讨而已 你可能会不喜欢他 但只是你个人的喜好 不会上升到严肃的一个层面上 但如果这种事情在大陆探讨的话 它会变成一种政治不正确的取消 之前中大也有个社会学的讲师 都特意去问那些学生 就是内地学生有贴那些CUSU It's not CU 然后就说他们不是经过民主的制度 还是怎样呢 就是他说一些对民主的追求 就是在一个poster上这样讲的时候 然后老师就去问他 其实你都在争取民主的 召开一些人大会议的时候 你又没有份 但他们通过了的所有东西都影响你 那为什么你不去向他们争取民主呢 那些学生就说 我不懂政治 那个唐什么玩意的不是被调查了吗 他就是被无限期禁止入境 发现应该是在香港 没有办法回大陆 就是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不能乱说话 而且父母也是叫我少参与这件事情 就是你是到这里来学习的吗 你可能也只是这个大齿轮下的一个小钉子 不管这个大齿轮怎么转动 要转去哪里 你还是照样按照你自己的样子去运转 但是这并不是他们每个人 门心自问云像什么都会想到绵羊或者棉花糖 他们用这些句子造句是因为他们从小被教了这些东西 那谁教他们这些东西呢 课本呢 课本为什么让他们印象这么深刻 是因为考试要考嘛 一个小学生考试的时候云像叉叉 他写绵羊 老师就给他打一个勾 他写牛粪 老师就会扣他的分 其实我有不少local同学他们和内地来往很多很频繁的 真的是意识到内地的发展和生活条件水平比香港更好 不会去发表一些攻击内地政府或者是示威的一些言论的 但是他们所处在这个群体当中 他们很多时候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就是沉默不发声 第二就是在涉及到这个言论的时候应和两句 明明支持本土派那个阵营那个声势很大 但是出来的结果是所谓真的叫做本土阵营的当选的意愿 是比想象中少很多的 香港近年的情况都是这样的 用一个词语就是众声圈话 就是大家的声音都不断地发出来 但是彼此之间是没有交流的 大家都是丢自己这些东西出来 在这个民主场事件里面都见到的就是 好听着说他们是比较市民 难听着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参与民主的讨论 或者是辩论的耐性 这样都很大的问题 云象牛粪确实是一个不太常规的东西 然后我就开始想为什么不太常规 它真的很奇怪吗 发现它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奇怪 还是挺合理的 我关注的重点就变成了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云象牛粪这样的比喻是奇怪的 双方是没有一个想要达到共识的想法 我觉得这是目前为止看到最难协商沟通的一个情况 两边的人都很极端 你不肯让步我也不肯让步 你觉得你做了很多 你奉献了很多 你牺牲了很多 他也觉得他奉献很多 牺牲了很多 但在这样一个条件下真的很难做 认知的不同 导致了我们对于他的追求 那个程度都有分别 我想追求 我觉得没错 我觉得不是追求 是恐惧 是对不自由的恐惧 就是对现有状况的一种不安全感 但是香港人面对着这个这样的政治环境 没有想着解开这个问题 反抗或者怎样生存下去 他们想怎样移民 怎样离开这个地方 你看到中国政府就是打压异己 把那些不合听的声音按下去 又变成很和谐了 我不觉得香港要变成这样的一个地方 去到这个地步 要怎样抗争才能够解决得到 打也打不过 讲政治选举又讲不好 那还有什么方法呢 民主这件事是否能够带香港 走来这个困境 没得说呢 各位代表 中国共产党 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 现在开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敬发 打赏